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这期节目咱们再来关注一下经济外贸这一块 上期节目咱们聊了一个中国沿海制造业 现在出现了很严重的危机 都在喊着没订单 集装箱船运指数暴跌80% 这个确实是跟美国有关系 美国它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它可能稍微一发力 稍微一个政策一改 可能对于全球的这种贸易经济格局 都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现在咱们能够看到的现实 就是中国的那些沿海 不管是上海广州深圳那些港口的船 就是集装箱装不满 集装箱都堆得老高 也没货可运 你看这个曲线 进入到2023年暴跌了80% 这期节目咱们再继续来 跟你聊聊这个事 刚刚我是看一篇文章 然后原因 咱不敢说是全部主观是这个原因 但是一定程度上咱们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美国十几家大型科技公司 砍掉了来自中国的商品订单 咱们能够看到的是美国十几家大型公司 那么咱们没看到的那还更多呢 咱们先把这个新闻与一捋 这些美国的大企业为什么要砍掉来自中国的订单 主要原因是他们现在迫于美国政府的压力 要切断来自中国的制造 尽量在美国本土进行制造产品 尤其是芯片 半导体以及相关的高科技产品 这也是美国在全力跟中国进行脱钩非常明确的信号 我是这么就理解了 你脱钩归脱钩 只是在经济领域 在制造业领域 它是脱钩 你说的政治层面 它也要讲政治正确 美国它是讲一个政治正确的国家 就是有些东西都不能说 你新疆问题 你西藏问题 你香港问题 它会站在一个政治正确的角度 去做表面文章 但实际上的政客 政治政客 政客其实都没好东西的 他们也爱钱的 你说美国政客都是白莲花 这显然不对 你要说美国政客全部都是坏人 这也不对 咱们得站在一个客观中立角度 去看到美国以及中国政治关系 美国在半导体和高科技领域 首先跟中国进行脱钩 这必然会造成中美之间的高科技战 进一步进入生死攸关的实行阶段 这个高科技战就不用战了 中国它是没有能力去跟别的国家去打高科技战的 况且现在世界上这些高科技产业链 这不是一个国家 就是能够完全驾驭得住的 这是全世界各个国家顶级的那些科学家 他们各种专利 各种产品相互结合的产物 你比方说荷兰生产光刻机 台湾这一块是生产什么 PVC 大规模集成电路 这一块还有什么像芯片 像台积电 还有英特尔 可能他们专攻的芯片领域 产品类型不一样 还有包括日本 半导体 什么电子电容 电感 还有什么那些东西 这都是很多国家相互配合的一个高科技产业链 你说中美之间的高科技战 其实我认为这句话讲的不太严谨 现在不能说这件事情究竟对是有好处 因为美国所倡导的高科技夺勾肯定是伤敌三千 自损一万 看起来对中国有打击 更主要是美国本身产生巨大影响 美国人会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 他认为短期虽然会有一些负面影响 但是长远来看 美国重新掌握高科技的主导权 掌握芯片产业的主导权 对于美国长远竞争有很大的帮助 其实你要是站在一个怎么说 美国优先的角度去看问题 当初川普的时代就在打贸易战 当初川普的时代就要说 要把制造业拉回到美国本土 其实不光是美国的企业要拉回美国本土 其实有很多中国的企业 也不是很多 咱们也可以稍微举个例子 也跑到美国去开场了 你比方说玻璃大王曹东 他生产的玻璃汽车玻璃卖往全世界 他在中国生产就发现中国成本很高 在美国仅仅是什么人工高 美国带顿这么一个市生产 其实玻璃 然后这不是跑到美国去了吗 还是在早几年 那就是说明美国的制造业也是需要回流 因为现在美国的失业率也很严重 美国经济也有很大的问题 如果说是在一个经济向好的年代 我觉得大家各自分工 分工明确 互相协作 这都没问题 但是在一个经济不好的时代 没办法 为了活下去 可能各个国家的企业就开始要收紧 各种各样的政策了 西方国家考虑事情 不可能按照常规来推理 我们继续看 说2022年欧盟对俄罗夫的态度 我们可以看出对俄罗夫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制裁 对欧盟显然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对俄罗夫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制裁 就是欧洲它是一个平油国 它没有几个国家有石油 没有天然气 不是说完全没有 是非常的稀少 完全满足不了欧盟内部的需求 那你制裁欧盟 欧盟你制裁俄罗斯 你说不买俄罗夫的石油跟天然气 那这就好比说 就这一家饭店 我为了抵制这家饭店 我不吃饭 我就以不吃饭的绝食的行为 我来抵制这家饭店 那你不是把自己给坑死了吗 这显然制裁俄罗斯对欧盟没有任何好处 因为怎么说呢 说到政治正确 很多观众也政治正确 但是但凡在欧美在欧洲生活的 但凡在欧洲生活的都非常能够感受到制裁俄罗斯 你作为一个个体的人 你作为一个纳税人 你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 今天还有一个美国的朋友晒账单 一个月的天然气取暖吗 天冷吗 500美元 一个月天然气500美元 这咱们就扯就得多了 扯就得远了 2022年十分精彩 十分惨烈 十分残酷的这台大战 反过来美国为了他们在半导体领域的优势 为了让指导业回流 这些大企业果断选择对中国进行砍单 这是非常可恶 非常可怕 也非常残酷的战争行为 未来 中美之间的高科技建成会进入实质性的阶段 就已经不再是谁制裁谁 而是实实在在要脱钩的 我是这么去理解的 刚刚是他们也说了 如果说在一个和平的年代 在一个大家都相安无事的年代 不折腾的年代 你比方说在川普的时代就不折腾 川普的时代呢 就是说让政府回归小政府 解散这个 解散那个动不动 你别炒鱼 动不动他别炒鱿鱼了 这是不是川普时代 川普他不停在干的事情 就是要精兵减政 把这个政府的规模给缩小 尽量不去折腾大学人 不去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找大学人征税 在这样的政府不折腾的情况之下呢 经济他就向好 那个时候真的是 整个欧美世界一片祥和 中东也没有战争 美国人日子过得好 欧洲人日子过得好 过得也好 我每天我这哼着小曲 写着稿子 念着稿子 做着节目 这个做油管 是吧 言论自由 还很开放 做的也很舒服 只不过最近这两年 2021年1月20号以后 从那一天到现在两年时间了 过了整整两年了 我报收20斤 平均每个月减一斤 你想想这个日子 就是说现在大环境不好了 大环境不好 对于企业来说会怎样 以前环境好了之后 互相分工协作没问题 我这个厂的话 我只生产这么一个零部件 我只是 比方说汽车行业 我这个厂 我只生产什么保险杠 我就只生产保险杠 但是有的客户 想要其他的什么车灯之类的 当然了就是说我把这些订单 我交给其他的去做 我自己我不大包大揽 我做这一块我就足够了 然后就是说大家都互相分工协作 各自做各自熟悉的那一块 那是经济好的时候 经济不好了 我这个厂没订单 我这个厂没订单的话 我这个员工怎么办 我这个机器老闲着怎么办 我这个每个月的房租怎么办 政府这个税怎么交 没办法 我什么单我都得接 以前可能就是说要交给其他厂 去做的活 现在都互相挖墙脚 互相卷 这个单我做吧 我单价再给你低一点 这是一个局部微观的例子 你要是放大到国与国之间的竞争 那美国经济不好 那欧洲经济也不好 那比方说欧盟 欧盟现在很多那些订单 是吧 跑到东欧去做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 那边什么 乌克兰 那边 让那边去生产 欧洲所需要的商品 因为那边成本比中国要低 地方也比中国近 物流也快 你说中国订单是不是减少 沿海制造业是不是苦 那不说欧盟就说美国 美国现在就是说在高科技领域 高科技行业 什么电子芯片半导体 咱们看标题 这是能够看了着的 砍单 然后其他的还有很多工厂车厂 前几天咱们也聊了 什么三星 苹果 都撤上 索尼 印度 跑到印度去了 越南 跑到越南去了 印度跟越南这两个国家 人力资源比中国还要便宜 那你中国的厂 你怎么活 那些大品牌撤厂 然后呢 高科 高科技领域 白脑体芯片 我再给你砍单 那你说一说 上海的出口 你可想而知 你就能够理解了 你能够理解这个什么 船运出口指数 为什么会下跌80% 以后这个环境会越来越差 中美之间这种竞争 你不管他政客之间怎样互相勾结 但是在经济领域肯定是持续的打仗 持续的去持续的互相咬 当然了 也不排除一些意外的情况 就是说上兵伐谋 如果说哪一天 因为美国出于自己的利益考量 利益考虑 需要跟中国再去 续好关系 怎样怎样 或者说 需要中国提供哪些东西 或者说中国 习近平哪一天 脑子开窍了 光学毛服都不行 把老百姓搞到没饭 老百姓不造反 是不是要学 学一学邓小平 再看看邓小平是怎么搞活经济的 然后会不会再搞一个习近平版本的改革开放 然后再重新跟世界接轨 再重新跟外对话 再重新逃光养晦 然后把那些已经破产的人 或者说之前身影不好的场 慢慢又恢复了生机 然后后来这些人会不会再像当年广东人那样 广东人当年那些人发财了 都是喊着邓小平万岁 那以后 如果说再一次走邓小平这样的改革开放 搞活经济 如果说习近平脑子开窍了 不好意思 说到这里就给共产党支招了 那些沿海制造业老板会不会 再去喊习主席万岁 那真的如果说邓小平去走 去走邓小平 如果说习近平去走邓小平的老路 走改革开放 走逃亡养晦 那真的又会在短期之内 在沿海制造业又会掀起一股新的繁荣 反正中国人况不值钱 中国酒店不值钱 是吧 那以后那些人赚到钱了 那又开始喊习主席万岁了 历史在轮回 你不去反思历史 历史它就不断的重演 好吧 这期节目咱们就简单来聊一聊 关于外貌的事情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